这绝对是今年最值得看的一部新剧 看完后不禁让我感慨 现代社会对家庭主妇的偏见 女人名叫梨华 坐拥百亿的她却躲在一个破烂的出租屋内 看着面前的钞票她甚至觉得恶心 她来到泰国 因为货币不通想兑换泰币买自己想要的包 可兑换人员看了眼她的钱 却因为有破碎不给她兑换 吃饭的时候 一旁的小贩得知梨华换钱被拒后走上前答应帮她解决 说话期间另一名小贩来到这里 与同事说着悬赏金的事 听到悬赏金梨华转身就走 趁着夜晚 她连忙逃离了这里 因为被悬赏人就是梨华本人 梨华曾是一名家庭主妇 丈夫是某知名企业的部长 在家庭中没有话语权的她被丈夫尽情的数落 因为饭菜不合口 男人便表现出不满 吃饭时梨华说话 男人也会嫌吃饭都吃不消停 在一次商场购物 梨华见到一名老太盈银行卡不见了与店员大吵大闹 老太认为是店员弄丢了他的卡 而站在后面的梨华却看到了那张 夹在老人背包上的卡片 他走上前将卡片放在地上 然后告知对方是银行卡掉在了地上 从而替双方化解了矛盾 可就在付钱的时候 店员才发现老人口中所谓的银行卡 竟是一张公交卡 见此情况 梨华自掏腰包为老人付了钱 因为替老人付了钱 所以梨华自己购买的物品却没了钱付 走到门口 老人还叫住他希望可以借一万元回家 再一次聚会上 梨华因没有工作还被前同事耻笑 在明知道梨华是家庭主妇的情况下 还询问他最近在哪里高酒 吃饭时 前同事的老婆声称自己的公司 有一个针对工作断层女人的知识项目 言外之意就是 他们公司有一个岗位 可以让家庭主妇前来救治 说完此话 女人将名片递给了梨华 让梨华没想到的是 就是这一张卡片 却改变了他今后的人生 梨华身为家庭主妇生性善良 且过着没有野心安逸的生活 就连信用卡丢失也不舍得挂施 因为在卡片丢失后 他发现捡到卡片之人的几次消费记录 都是在医院的儿科和炸鸡店的消费提醒 并且仅仅消费记录只有几次 在这之后便再也没有了消费通知 所以梨华想着 梨华的这番话让闺蜜善英想起了从前 在学生时代 善英因为家境停寒产生了偷钱的想法 这一幕恰巧被年幼的梨华看到 梨华阻止了善英犯罪的举动 并将自己一部分的零花钱给了善英 晚上回家 梨华将做好的饭菜端到了老公面前 还将白天与老太发生的去世讲述给了男人 本以为男人听后可以夸赞自己 可没成想男人却认为梨华在管他要钱 男人将自己的卡地给了梨华对他说 男人的话让本性善良的梨华内心逐渐崩溃 心中的那些善念也逐渐消失 虽然如此 可现在的梨华仍没有太多的想法 看着自己给未来小孩买了鞋子 梨华哭了出来 原来梨华与他老公多年一直没有生育 为了怀上孩子 梨华每次都按时来医院检查 但男人却每次以开会唯由让梨华自己治疗 嘴上说着开会 实则却在和同事按摩 不孕仪式向来都是两个人一起检查 由于梨华多次一个人检查 医生建议梨华不要浪费时间独自来到医院 为了改变自己现在的处境 梨华决定晚上和老公说出自己打算出去工作的决定 可当男人听到梨华的想法后 却对他说 男人的话就像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让无欲无求的梨华终于无法忍受 而梨华也想不到 正是因为他现在的想法 却在日后将他推进了无尽的深渊当中 因长期在家被老公各种嫌弃 二人多年来无法生育 多次去医院检查 男人总是会以各种理由推脱 这也使得梨华产生了放弃生育的想法 而当男人得知梨华的想法后 却认为是梨华想成为丁克 还埋怨着梨华花自己的钱不懂得感恩 不等梨华讲话 男人便去洗了澡 洗澡前还告诉梨华将卧室整理干净 在打扫时 梨华发现了男人记录的消费账单 看着密密麻麻的消费记录 梨华明白了导致今天这种局面的原因 经过梨华的面试 他成为了一家银行职员 在工作上 梨华曾经家庭主妇的身份也遭受到了同事的排斥 但梨华并未在意他人的眼光 他只想做好自己的工作 别人不愿意接待的顾客也都是梨华前去接待 在梨华自己认为是正常的举动 却成了同事眼中的作作 在一次出门办理储蓄业务时 梨华在高档小区遇到了之前向自己借钱的老太 由于梨华之前的举动 让老太心生好感 这也使得梨华的第一份签单顺利完成 并且老太还是一次性存款两亿 梨华的表现得到了领导的赏识 于是领导决定以后这种业务全部交给梨华来做 很快 梨华拿到了第二个任务 这一次梨华的任务是让一位老人顺利签单 可就在商谈过程中 老人却想占便宜 见到梨华拒绝 老人更是以拒绝签单威胁 正在梨华想着如何是好事 老人因饭菜问题与保姆产生了争执 看着面前刁钻不讲道理的老人 保姆扬言自己不干了 临走时更是偷拿了老人不小心掉在地下的一捆纸壁 而这一幕恰巧被赶来的外孙明在和梨华看到 虽然见到保姆的行为 但二人都没说话 明在来到此处希望外公可以借给他五百万印记 得知外孙的来意 老人认为明在就是个垃圾 竟然连五百万都没有 随后 为了侮辱外孙 老人更是做出了下面的举动 老人的话气的明在直接离开了此地 明在有着多份工作 白天他既是导演也是演员 在一次外景拍摄时 员工因公受伤 面对急需的手术费 明在没办法才肯低头向外公借钱 可没想到自己的外公不仅不借还出言侮辱 明在离开后 梨华擦拭了老人土的口水 这石门铃响起 原来是税务局的人前来调查老人征税一事 早就知道对方身份的老人 连忙将一个公文包拿了出来 他告诉梨华 只要他将这个替他保管一阵 他就同意在梨华的银行存三亿 面对如此诱惑 梨华同意了下来 在车里 梨华发现老人的存款竟然高达十多亿 与此同时 因为明在没有借到钱 所以只好将房屋退租 用退租的钱替受伤的员工看病 同时 明在更是在晚上身兼数值 但上天并不会因为他可怜就会给他好运 明在想要付学申请助学贷款 但却因信用太差未能通过审批 而这一幕 也被在此银行工作的梨华看到 到了发薪水的日子 梨华拿出一部分钱想要去商场购物 可选择完商品后 才发现自己的钱并不够用来支付 售货员看出了梨华的窘货 这时另一名女人走了进来 售货员见此直接忽略了梨华走向了她 见到这一幕 梨华的内心受到了打击 在这一刻 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她将顾客的钱拿出了十万 弥补上了自己不够的金额 离开商场后 梨华连忙走到了取款机面前 将自己存折里的钱取出十万 弥补了上去 虽然这次补了进去 可这种事情是会上瘾的 傍晚 在银行加班的梨华接到了老人的电话 根据老人所言 梨华再次来到了她的家中 她将公文包归还给了她 为了表达谢意 老人送给了梨华一份蛋糕 而就在梨华打算离开时 老人希望她可以再保管几天 晚餐的时候 梨华打开了老人给她的蛋糕 见到是这样的蛋糕 梨华再也压不住内心的怒火 于是梨华终于踏出了前往不归路的第一步 小男孩考试得了全年级第一 父亲得之后却反而离他而去 这绝对是今年最上头的一部剧 金锐亨一上线就出了鬼 大雨中的邂逅让男孩爱上了 比自己大20岁的家庭主妇 梨华从家庭主妇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名银行职员 第一次出业务的他就遇到了色鬼老头 老头见到梨华长相清秀 更是送给了梨华酷似内衣的蛋糕 这种侮辱让梨华心生愤怒 为了报复老头 梨华决定将老头保管在他这里的钱 才取出500万送给他的孙子明仔 为了将这笔钱给到明仔 梨华在明仔兼职的餐厅找到了他 并将500万放在了送给明仔的蛋糕当中 吃饭时明仔笨重的鲍鱼手法让梨华看不下去 他接过筷子为对方包起了鱼肉 梨华的细心让明仔内心绽放 分别前 为了归还梨华借给他的雨伞 明仔将梨华带到了自己的出租屋 等待明仔期间 梨华打开了录音机 这时明仔告诉梨华 这里面的歌曲是他母亲弹的 在明仔小的时候 母亲早早过时 父亲每天酗酒度日 哪怕明仔如何优秀 父亲都不为所动 父亲的行为让明仔以为是自己考试的原因 才导致他离开 所以他哭喊着下次一定考到数第一 自从父亲离开 明仔便跟外公一起生活 可他的外公 每天只想着如何赚赃钱 忍无可忍的明仔终于再一次警察来访时冲了出去 听完明仔的故事 梨华红了眼 就在梨华打算离开的时候 二人的身体第一次发生了接触 分别后的二人 心中都想起了刚才发生的一幕 原本两个世界的他们 也因为这一次的接触逐渐发生了变化 第二天 梨华上班时被同事叫住 同事的话让梨华无比紧张 他还以为自己取客户钱的事情被发现 结果同事只是想邀请他一起吃饭 与此同时 醒来的明仔发现了屋内多出了一样东西 并且自己受伤的地方也被贴上了窗口贴 从同事嘴里得知 梨华昨天晚上又折返了回来 梨华的关心让明仔本就有些心动的内心更加旺盛 他在纸上画出了梨华的样子 然后将它贴在了最瞩目的地方 随后 他还在纸盒内发现了五百万韩元 想到肯定是梨华送的 明仔连忙找到了他 询问梨华为什么要这么做 而梨华得知后也并未说什么 见到梨华的样子 明仔终于忍不住表了白 女人偷了银行VIP的钱 送给了小鲜肉 自这之后 梨华过上了提心吊胆的日子 他将顾客交给他保管的文件放入了储物柜 就在他准备拿的时候 同事的出现让他紧张了起来 原来女同事看见梨华与别人有说有笑心生嫉妒 这才出现在他面前阴阳怪气 然后没等梨华松口气 女同事却看到了梨华使用的净是昂贵的化妆品 见到女孩这样说 梨华下意识将化妆品往里放了放 女同事离开后 梨华来到了老头家中 在归还物品时 老头甚至直接抓起了梨华的手 老头询问梨华是否打开过这个文件 是否动过里面的钱 事情到这里 老头说出了内心的想法 他想要包养梨华 还将车钥匙扔给了他 希望梨华可以一起陪他出行游玩 老头的话让梨华感到恶心 看到梨华要离开 老头不管不顾的还说 自己听说有一处地皮不错 可以一起去看看 并且贷款可以在你们银行 但是 在回来的途中路过酒店 我们要一起洗桑拿 见到老头得寸进尺 梨华以蛋糕为由吓唬老头 梨华的话让老头大吃一惊 他没想到梨华会有自己孙子的联系方式 并且梨华还表示 之前老头送给自己的蛋糕 已经转送给了梨华 说完此话梨华转身离开 出门时 却看到了来到这里的梨华 此刻的梨华手里 正拿着那个内衣款式的蛋糕 梨华来这里的目的 就是要将这份蛋糕还给老头 梨华得知 梨华的目的后 连忙阻止了他 因为梨华对老头说过 自己根本就没打开过 如果被人知道 私下收了客户的东西 说话期间 老头跑了出来 还要舞扬威地想要打梨华 见到这一幕 梨华改变了主意 如此 老头只好作罢 离开老头家后 明在对梨华说出了 自己内心的想法 他希望两个人 不要再见面了 自己也会祈祷 但如果祈祷没用 下一次两人还会见面 那么他则会疯狂地 对梨华进行追求 明在的话让梨华内心触动 可他是有夫之妇 他知道两个人是不可能的 晚上 为了庆祝自己第一次领薪水 梨华带老公来到了一间餐厅 然后将购买的礼物送给了对方 看到是手表 男人说 自己正好需要一只打网球时 可以随便戴的手表 不仅如此 在他发现是情侣手表时 还说梨华带着做家务会更好 男人的话让梨华两眼空洞 在尝过一口这里的饭菜后 男人更是说这里 简直就像个劣质餐厅 男人的每一句话 都像刺一样扎向了梨华的内心 离开时 天空下起了大雨 梨华独自一人坐车回家 在乘坐不久后 雨便停了下来 见到雨停 梨华打算下车散散心 可就在这时 马路对面却出现了明在的身影 命运让二人再一次相遇 在等红绿灯时 梨华不顾红灯地走向了对面的明载 女人第一次在餐厅吃蜗牛 不小心弄掉了地上 丈夫见状直接表现出了嫌弃的样子 当梨华打算去捡起时 丈夫甚至还说 自上次梨华送给男人情侣手表后 虽然嘴上说好看 但男人内心还是嫌弃 于是他又买了一对手表 对梨华说 这样的表才上档次 听见男人的话 梨华笑了 对丈夫而言 梨华就是一个 听从百步的家庭主妇 在家庭中没有任何话语权 在得知二人要小孩困难时 男人甚至不问梨华的意见 直接将他给未来婴儿的用品送给了别人 男人的屡次伤害让梨华握紧了拳头 同时也对这个生活了多年的丈夫感到心灰意冷 长久以来的压抑终于让梨华无法忍受 在男人打算坐飞机出差时 梨华第一次说出了这样的话 此刻的他不希望男人回到家中 对梨华而言 自己一个人过得甚至很幸福 也就是因为二人的关系出现裂缝 让比自己小了二十岁的梨华趁虚而入 自打梨华出现后 梨华的内心便再次绽放 或许是上天的撮合 原本他已经不打算打扰梨华 可在一天夜里让二人再一次相遇 至此之后 梨华打算遵从内心 对梨华开展了疯狂的追求 哪怕知道对方是家庭主妇 梨华也不打算放弃 为了表达心意 梨华送给了梨华一张自己作品的邀请函 他希望梨华可以来参加 但梨华内心非常纠结 思前想后 梨华还是不打算前往 他怕自己让对方无法自拔 对于有家庭的他来讲 不仅对自己不负责 也是对对方不负责 可就是梨华的一次次隐缘 换来却是自己老公的一次次嫌弃 以至于在男人出差后的当晚 梨华看着天空中的一轮明月 再也忍不住了 他连忙跑到了明在的活动现场 当他赶到时 这里已经散场 失落的梨华走到了自己车前 在这里 他看到了明在为他准备的礼物 根据箭头指引 梨华找到了明在 而明在也拉起了梨华的手 来到了一处角落 他拿起了梨华的手亲吻了上去 同时又将梨华手上的戒指退去 然后亲了上去 女人按照老公的要求 身着靓丽服饰的出现在了宴会上 本以为老公会夸赞自己 可没想到男人的第一句话 却是让他不要将自己出去工作的事情说出去 因为怕丢人 晚宴结束后 梨华想要解开后面的拉链 但却够不到 或许是幻想着自己能和老公亲热一番 梨华带着墓地走到了男人面前 他希望男人可以帮他解开拉链 看见男人起身 梨华满心期待 可接下来 男人的话犹如一盆冷水泼了出来 原来男人脑子里想的全是宴会上梨华的朋友 从男人的言语中不难看出 他希望梨华的人脉可以给他工作带来好处 男人的话让梨华又一次失望 带着愤怒 梨华将挂坠一把扯掉 想着自己老公之前说的话 梨华想起了比自己小二十岁的男孩名载 在昨晚 名载强吻了梨华 名载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坏了梨华 梨华要求名载道歉 随后便慌张地逃离了此地 临走时 梨华的闺蜜嘉乙正巧看到了梨华的身影 走上前 嘉乙发现了梨华掉落的戒指 想到名载对自己的关心 又想着自己老公对自己的样子 梨华发现自己的所有举动 在名载面前都会得到夸赞和关心 反之 在自己老公面前 梨华的任何举动都会引起男人的不满 这种强烈的反差感让梨华陷入了两难 次日 梨华像往常一样出门寻找客户 在路上 梨华遇见了一名失禁的老人 他不嫌脏臭搀扶老人回了家 还为他换洗了衣物吹洗了头发 梨华的善良得到了老人的好感 老人为了感谢梨华 拿出了一个亦存在了梨华所在的银行 不仅如此 梨华也时常来到之前向自己借钱的吴老太家中 因为吴老太的儿女不在身边 所以日常起居梨华承包了大半 梨华的付出换来了回报 两个老太都支持了梨华的工作 梨华也因为业绩出色被经理夸赞 经理说话期间 梨华收到了明在发来的短信 按照短信地址 梨华与明在在地铁站相遇 在车门关上的一刻 明在拉起梨华的手跑了进去 二人就像恋人一样互相对视着 在公园休息时 明在不小心将自己借高利贷的事说了出来 听到明在借了钱 梨华询问他原因 但明在并未说什么 随后 梨华选择了独自一人离开 梨华再次来到了吴老太家中 他将吴老太卡里的现金取出地给了对方 随后梨华就像往常一样 为吴老太做起了饭菜 吃饭的时候 吴老太不停地吐槽自己儿女的不懂事 梨华也只是默默地听着吴老太发牢骚 吃饭过后 梨华拿出了合同 在签和同时 梨华职业性地微笑遭受了吴老太的鄙视 梨华想不到 平日里自己对他那么好 可自己在对方眼中 竟然只是一个卖身的女人 想到这里 梨华的情绪逐渐崩溃 也就在这个时候 梨华做出了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 女人为了侮辱朋友 故意将碗宴上的饭菜打包递给了对方 看到好朋友的举动 善音愣住了 原来善音之前在饭店打包的一幕 被人发到了好友群中 大家也都在拿此事进行缩小 善音想要返国 但却看到了闺蜜梨华走了出来 见此 善音只好忍耐 回到家中 善音的老公责怪他为什么要那样做 老公的不理解让善音接近崩溃 他称自己这么做的目的 只是在为了节省开支 不然以后他们死了 总要留点钱给自己的孩子吧 听见善音的话 男人询问 在善音看来 与其和自己一样找个窝囊废过一辈子 倒还不如单身一辈子 在这个物质的年代 男人没有钱 女人就无法幸福 女人过不好 不仅会被同事看不起 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善音说着说着 情绪愈发激动了起来 言语中的每一句话 都充斥着对男人的不满 见到老婆这样瞧不起自己 男人也忍不住了 两人因钱的问题大吵了起来 可吵着吵着 善音却哭了 其实只要两个人共同努力 哪怕日子过得累点 只要互相理解包容 也是一种幸福 因为善音打包的事情 被发到了群里 所以黎华也得知了此事 为了帮助闺蜜 黎华拜托朋友 将善音打造成为了 一个爱环保的贵妇 黎华的点子出奇的有效 善音因为这条视频 也因此爆火 打包的行为 更是成了大家口中的 环保大事 就连黎华工作上的同事 也在夸奖善音的行为 一旁的黎华 在听见了同事 夸赞了善音的话 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接下来 在黎华照顾吴老太的时候 吴老太因为笑容 说出了心里话 他认为黎华 身为一个卖身的女人 要学会微笑 吴老太的这句话 刺激到了黎华 他发了风湿地 跑回了银行 此时他脑中 只想着报复吴老太 但思前想后 黎华还是没能下决心 晚上 黎华来到了吴老太门前 在门口发呆的时候 黎华遇到了 之前的色鬼老头 从色鬼老头口中得知 原来给明在 放高利贷的 就是明在的亲爷爷 正是因为这个老头 没能得到黎华 又看自己孙子不爽 所以才让自己的手下去 借给明在前 为了刺激黎华 老头更是将高利贷的手续费 上升到了40% 软慢软就 creatures 拿出来 好 奥给你决翅 厅 Because 如果你要贝赖 你立场派得 matters 我要贝赖 真的要贝赖 你让大柯 他没有牙几帽 照片 像不淋o 那么 大 surveys 老头的话简直颠覆了梨华的三观 回到家中 梨华正想着明哉的事情 这时梨华的老公却问他手上的戒指去了哪里 梨华听后以手疼为由混了过去 随后男人更是做出了想要打开梨华包包的动作 这一幕吓坏了梨华 独自一人回到卧室 梨华又想起了老头的话 联想到明哉的样子 梨华似乎吓起了决心 第二天 梨华约见了明哉 他将五老胎的钱交给了他 但明哉并没有收 因为高利贷没有偿还 明哉的爷爷派人将明哉工作的酒吧进行了打杂 并且还出言恐吓他赶紧还钱 第二天 梨华再一次找到了明哉 他希望自己可以用这笔钱投资 这样明哉就无法拒绝 不仅如此 梨华还为明哉开了一间长期入住的酒店 趁着明哉洗澡 梨华将钱放在了衣服上 可这时 梨华却接到了银行经理打来的电话 意识到不好 梨华连忙回到了银行 梨华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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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 女人背着老公暗地里与小鲜肉开了房 并且还利用植物质变偷取客户的钱财花在小鲜肉身上 沉迷其中的黎华这天接到了银行经理让他回去的通知 听到对方语气不善 黎华内心忐忑 他很害怕自己偷钱的事情败露 等他到了银行后 看到了维修师傅正在撬自己的抽屉 见到这里 黎华认为完了 然而下一秒 他却看到了吴老太 原来吴老太因为黎华几天没去 所以就来到银行嚷嚷着要见黎华 还称黎华要向自己借两万块 银行的人向顾客借钱 这种事情一旦发生会造成严重的影响 所以银行经理才会语气不善 听到吴老太称自己借钱 黎华语气确认 但这时吴老太却说 购买了不贵的 购买了不贵 我贵的贵 我贵了不贵 我贵了不贵 做个给的这些资本 Circco accuse estámere 如果言之资本uter出贼 事情到这里 二人明白了过来 这都是吴老太想要见梨华想出来的闹局 吴老太走后 经理向梨华道的钱 还解释了瞧柜子的原因 由于上一次银行的硬件最后用过的地方就在梨华的座位 当时又找不到硬件 银行经理这才找来的开锁师傅进行了翘锁 听完经理的话 梨华内心松了口气 从银行离开后 梨华等红绿灯时 想着明在带给自己的快乐是老公从未给予过的 梨华便忍不住内心躁动 急匆匆地返回酒店找到了明在 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也让明在对梨华进行了表白 此时的梨华哪里经历过这样的冲击 随着对方的甜言蜜语 梨华也彻底沦陷了下去 临走时 看着床上熟睡的男孩 梨华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希望能够给明在带来更多的物质享受 但梨华身为家庭主妇 又只是一名普通的银行职员 想要快速弄钱只有通过非法手段 晚上 嘉宜与善英找到了梨华 吃过饭后 嘉宜拿出了梨华丢失的婚戒戴在了自己的手上 随后在聊天的时候 嘉宜将戴有戒指的手指露了出来 看到自己的戒指在对方手上 梨华不知在想什么 第二天 嘉宜故意用话敲打了梨华 另一边 由梨华支付的房费已经到期 想要继续入住只能续期 但明在还欠着高利贷 根本无力续期 晚上和朋友吃饭的明在收到了他们的资助 虽然明在不想要 但对方的坚持也让他只好收了下人 结账的时候 明在抢先去付钱 却被对方说死要面子或受罪 言外之意就是 自己没钱还这样 几人分别后 明在来到了医院 明在的父亲患有抑郁症 只能在医院生活 吃饭时 明在的父亲已想吃面 唯由支开了明在 等明在回来后 父亲已经因为酒精中毒昏死了过去 一件件事情的压迫 明在的心态是否会发生变化 不久后 明在联系了李华 在表达完自己的思念之情后 李华也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他不顾家里的老公打算和他一起出去旅行 随着李华屡次的高消费 他那些偷借的钱财也逐渐无法掩盖 女职员无意间得知了银行的监控死角 再一次打印转让存款单时 银行警铃突然报警 趁着慌乱 他连忙拿出了存款单 跑到了打印机面前 想要复印几张同样的存款单 然而就在他提心吊胆的时候 意外还是发生了 在这之前 明在爱情的攻势让李华彻底沦陷 他不管不顾地带着明在进行了各种高消费 这样的生活让李华越来越无法自拔 而明在这里 或许是处于良心 也可能出于其他原因 他想着一点一点偿还李华的钱财 而李华在看到明在的这种有心举动时 好像感受到了明在的责任心一样 然而就在二人沉迷于物质生活时 李华突然想到了吴老太给自己钱的画面 想到这里 李华内心瞬间慌张了起来 他抛下了明在急匆匆地离开了酒店 等李华赶到家时 他发现自己家养的小鸟意外身亡了 这一幕 或许代表了未来即将要发生的事 李华拿出了日记本 记下了自己偷取客户的金额 编写还编说自己一定会还上的 接着 他不仅取出了五万元纸币 还对信用卡额多的使用 以及手续费进行了全面的了解 在做完这一切后 李华又拿出了之前客人 送给自己价值一百多万的悲剧 这个也要帮我 李华以送鸡蛋为由来到了吴老太家中 趁着吴老太不注意 他将自己偷取的钱 才打算放入冰箱中 可却没想到被吴老太发现 你钱是吗 你为什么这么惊喜 你不知道在那里 你不知道 吴老太虽说自己不是痴呆 但李华知道 吴老太根本不记得 他只是把这笔钱当做成了自己放进去的 在偿还完这笔钱后 李华画掉了这条记录 可当他想要写明在欠他的那笔钱时 他却萌生了这样的想法 就在李华以为一切都会顺利时 银行却发生了变故 由于李华出色的表现 领导这才同意了李华的休假 可同意休假并不一定是好事 因为李华入职时间太短 业绩又太出色 这种异常使得银行的人 也同时对李华进行了监督 银行经理在对李华身边同事进行访刊时 无意间看到了明在手上戴着的手表 因为他曾看到过李华手中也戴了一款 休假结束后 李华像往常一样来到了工作上 他发现自己的柜子换成了新的 见到李华诧异 经理解释说因为你的坏了 所以换成了与自己的同款 随后 经理询问李华是否有弟弟 李华表示自己只有一个远房的弟弟在国外 看着李华离去的背影 经理不知是否看出了异样 由于自己花钱太狠 李华手上的资金不足 于是他将主意打在了色鬼老头身上 不知李华用了什么办法让老头同意存款8000万 在老头签字后 李华在车中拿出了另一张同样的合同 并写上了5000万的金额 他将5000万金额的合同递给了金领 至于多出的3000万 则是到了李华的口袋中 紧接着 就在李华打开自己的抽屉时 经理却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 从经理的话中 李华得知了监控死角的存在 于是 一个大胆的想法突然涌现 在开头一样 李华与金领打印时 锦铃突然响起 看到金领走开 李华拿走了存款单跑到了打印机面前 就在李华正打算复印的时候 银行突然停了电 伴随着停电 存款单也被盖在了里面拿不出来 李华该怎么办 女职员拿着客户的钱存到保险柜 随后从中抽出一部分金钱 来到厕所后将其放入事先准备好的塑料袋 套上垃圾桶 冲水假装上厕所淡定的离开 来到银行大厅 在与上司打印存款单时遇到锦铃响起 趁着上司离开 李华拿着存款单来到复印机面前 可他刚将存款单放入 银行便停了电 打印机也随之停止工作 银行的停电导致存款单拿不出来 这种情况吓坏了李华 不过好在很快便恢复了供电 可当他准备取出时 上司却走了过来 李华只好谎称以为有人抢劫 所以才将存款单藏到了复印机里面 李华的这种说法上司不仅相信了 还夸赞他反应灵敏 可是话音刚落 上司就在复印机中发现了 打印到一半的存款单 看着进入粉碎机的纸张 李华内心松了口气 不久后 嘉宜找到了李华 当他走上前时 却看到了色鬼老头 这一幕将李华吓得跌倒 他还以为自己被发现了 结果只是幻觉 随后 趁着嘉宜找他 李华来到厕所 将之前藏起来的韩元取出 然后陪着嘉宜离开了银行 嘉宜走后的不久 李华正打算出外情 却接到了突击检查的通知 几人来到储藏柜前 由于李华第一次经历这种事 加上即将出外情 上司优先检查了李华的背包 一番搜查后 并未发现可疑物品 随后 上司又检查了同事李楼里的背包 在他的背包中 上司发现了200万韩元 原来 这笔钱是之前 李华对慈善机构进行捐赠的款项 恰巧被李楼里看到 见到捐赠人是李华时 他便偷偷拿走了这笔钱 本来李楼里打算用这笔钱买双皮鞋 可没曾想 不仅被上司发现 还让李华发现了自己偷钱的事情 李楼里家里并不富裕 买东西都是分期购买 所以李华在看到李楼里的举动后 也并未说什么 之后 李华与上司来到了储存印章的房间 看着上司手中的印章 李华动起了歪心思 与此同时 家已在下车时 发现了后排被复印出来的存款单 他还以为是李华放的样品 所以并未在意 返回到车内的李华 举起存款单进行了观察 对比真的存款单 李华发现复印出来的存款单 无论色彩度还是手感都相差甚远 不过 这并未打消李华对造假的决心 他又一次来到了色鬼老头家 这一次 老头又拿出了更多的银行卡 并让李华将里面的钱 全部取出来转换成 本科转让的存款单之后再还给他 当李华看到其中的一张卡时 李华慌了 因为他动过这里的钱 一旦打印出流水 那么李华就会漏险 想到这里 李华询问老头存折怎么办 老头回答 老头的话让李华再一次逃过一劫 从老头家离开 李华找到了家影 他已不小心一望为由将复印件取走 晚上 李华下班独自一人回家 拥挤的地铁 喧闹的人群 贫穷带来的感觉在这一刻就只有痛苦 而当他走进高档酒店的那一刻 只醉精迷的生活让李华的双眼被蒙蔽 他究竟能否对存款单成功造假 等待他的结局又将会是什么 银行职员无意间听见了上次说 文具店的职与存款单的职手感很像 于是女人便有了造假存款单的想法 他是一名银行的普通职员 在偷过一次客户的钱后便上瘾 不仅时常偷取银行的存款 如今 更是为了让比自己小二十岁的男友过剩奢华的生活 打起了造假存款单的念头 明在本是一位背负高利贷的创业青年 自从李华给予了他只醉精迷的生活 明在的心态便发生了变化 对他而言 只要给李华足够的爱 便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 这种激情的情感 让沉迷其中的二人并未发觉 为了进一步了解造假工艺 李华向明在打听起了拍摄实用的道具 明在告诉他 一般拍摄道具的假钱都是印刷公司进行制作 因为是要展现给屏幕前的各位 所以印刷公司通常造出来的金币会很真 在听完明在的答疑后 李华对造假更是有了信心 第二天 李华向上司表达了色鬼老头的想法 在听到老头打算指办理科转让存款时 上司明白了 不过上司貌似经历过很多这种事情 所以并未多说 在李华离开时 同时拿来的纸张引起了李华的注意 因为上司说 李华和语音的记忆 请问一下 哦 感觉跟养股证证相似的样子 不许 现在的数据跟养股证相似的样子 数据跟养股证证相似的样子 似乎的样子 微妙的厚度是很相似的 嗯 从银行离开后 黎华来到了文化用品商店 在这里 她找到了上司口中所说的纸张 黎华大批量对其进行了购买 并进购了复印机 晚上的时候 她拿起了一张真的存款单放入了机器上 然后对着电脑里的存款单各项金额进行了修改 最后 伪造的存款单成功被打印 她拿着伪造的存款单一张又一张地通过了上司的审核盖章 而上司 还以为都是之前色鬼老头的洗钱行为 离开银行后 黎华来到了印刷小店 几小时后 黎华再次返回 当她看到印刷出来的印章与真的一模一样时 黎华差点开心地跳起 不过下一秒 老板却做出了这样的动作 虽然被盖上了拍摄道具的滋样 不过这难不倒黎华 她用胶水涂抹后沾了上去 这一刻 一张相似99%的假存款单顺利地制作出来 然而真正的灾难 也从这一刻降临到了黎华的头上 普通女职员为了过上纸醉精迷的生活 一边存钱一边偷钱 在与突击检查时更是以这种理由蒙混过关 不仅是她 黎华更是为了维持自己与小鲜肉的爱情 制造出了假的存款单 奢侈的生活让小鲜肉过上瘾 在离店的时候 甚至对黎华说出了这样的话 在进行酒店结账时 看着面前的账单黎华呆住了 账单上显示每一顿早餐晚餐 吃的都是大鱼大肉 而当明在得知这么贵的时候竟然还说 暂且就当他不知道消费很贵 可出门时 明在下意识地选择了私人专车而不是出租车 这一幕又让黎华愣了一下 不过被爱情冲昏头脑的黎华根本没想太多 随后明在来到了电影公司 想要卖掉自己的剧本 可对方却指出了五百万韩元 明在卖剧本的这一幕恰巧被一个女人看到 吃饭时 吃惯了大鱼大肉的明在时隔一段时间 再一次来到了小餐馆 看着面前的食物 在想着之前的食物 明在没了胃口 在朋友邀请他去自己家入住时 明在更是产生了一丝反感 不过碍于朋友的盛情款 明在还是没有拒绝 午夜 明在接到了白天女人的电话 女人名叫允秀 是明在的朋友 经过打听后发现明在要拍电影 出于某种原因 允秀决定不要片酬出演明在的拍摄 听到这则消息 明在坐了起来 她将这则消息分享给了朋友 之后 明在来到了自己爷爷家门前 不知道是出于巧合还是其他 恰巧黎华也出现在了这里 在明在闯路的一刻 黎华阻止了她 经过询问 明在告诉了黎华自己的目的 明在先是卖可怜 讲述自己有多么无奈来到这里 然后说出了自己需要资金的事情 当黎华询问需要多少钱时 明在则是说 这么多的钱 对黎华来讲就是天文数字 但想到自己对她的爱 黎华不得不想办法帮她筹钱 由于许久 黎华按响了色鬼老头家的门铃 门打开的一刻 却发现上司已经提前来到了这里 上司来此目的是 介绍银行的其他产品 虽然表面对黎华这样说 但背后的目的 谁又知道 在老头走出来的那一刻 黎华拿出了存款单 随后 黎华又为老头办理了存款业务 可当黎华离开时 意外还是发生了 那张被黎华作假的印花 竟然掉了下来 女人拿着造假的存款单 交给了客户 然而下一秒 存款单上的印花竟然掉了下来 并且老头还看到了拍摄道具的字样 见到这一幕 老头走上前询问黎华 黎华在看到自己造假的印花掉落时 吓得面容失色 恰巧这时上司因手机遗落再次返回 他还以为老头要飞李黎华 于是便将他向后拽了一把 这时老头手中的印花也掉落在了柜子下面 由于之前老头与上司喝了酒 二人似乎都当这件事没发生过 看到上司再次返回 老头已喝得不尽兴为由 再次邀请上司去往别处喝酒 就在上司与老头前往饭店过程时 吴老太开着玩具车冲了出来 一下子将老头撞倒 二人也因此住进了医院 医院内 明在探望了自己的爷爷 但是却当着黎华的面说出了这样的话 虽然明在口中说开玩笑 但内心到底想了什么 只有他自己清楚 从老头病房离开 黎华又来到了吴老太病房 这时吴老太的女儿走了过来 从女人口中得知 吴老太曾经靠夜店发家 这种带着腥臭味道的钱对女人来讲简直就是恶心 所以女儿并不打算照顾吴老太 来到这里也只是出于人道 所以才来探望 并且她还告诉黎华 自己即将离开韩国 下次哪怕吴老太意外身亡 也不会有任何人来为她送行 女人走后 黎华来到了病床 这一刻 吴老太竟然将黎华当做了自己的女儿 而黎华再见到吴老太的样子 双眼也红了起来 离开医院后 黎华见到了等待自己的明在 像往常一样 明在用甜言蜜语又一次攻势了黎华 她称自己现在虽然住的地方破晓 但却很开心 还保证自己以后赚了钱一定会还给黎华 明在的话让黎华内心得到了安慰 也因为这些话 才让黎华毫不顾忌地对明在做任何事 黎华是为了明在不顾一切 而黎华的闺蜜善英则是与她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善英时常会将别人扔掉的衣服捡回来给自己女儿穿 还经常借用家里的房间试穿各种衣服 当善英的老公看到自己的老婆不仅捡垃圾还借衣服穿 也终于忍不住了 她认为善英为了虚荣 不惜付下昂贵的房费也要搬到妇人区租房 并且还为了租房而节省生活费 如果搬到普通的地方 他们不仅能买得起房子还能过上很舒服的生活 男人的这番话让善英无法赞同 她认为搬到这里不仅是为了女儿可以更好的上学 还方便男人上班 那你负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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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 双方互不理解让本次吵架不花而散 与善因吵完架 善因的老公在酒店碰到了李华的老公 原来男人本应该下个月才回国 结果昨天就提前回来了 并且李华还不知道自己的老公提前回来之时 就在二人交谈期间 男人看到了明赞 虽然不认识明赞 但他却听见了这样的话 男人来银行货款 职员故意诱导他用现金转账 在接到现金后 职员先是输入了对应的金额 然后又快速将其删除 谎称已经汇款完毕 随后在没人的时候再将这笔钱据为己有 这种事情在这间银行已经习以为常 李华更是疯狂地制造假的存款案 在李华与明赞疯狂消费时 李华的老公在酒店听见了别的男人 要向自己老婆求婚的话 他打算走上前一探究竟 这时嘉义和同事也走了过来 嘉义率先看到了李华的老公与明赞 由于之前明赞与李华偷情时 不小心被嘉义看到 所以当嘉义见到这一幕 很快便反应了过来 他在男人叫明赞之前拉住了他 不过这时服务员 已经将送给李华的蛋糕拿了出来 嘉义见状一把抢了过去 称这是自己的 她给她购物的旅行锅 购物的蛋糕拿了 连购物的蛋糕扨 嫌子是什么东西的蛋糕 竟然 以我们自己的名字 他说说 我购物的那些 长官带来的 谢谢 我们会去 虽然嘉义用这样的方式混了过去 但看着明在的背影 男人还是没有彻底放下一心 他询问嘉义二人定的是什么房间 这么问的目的是验证嘉义是否在说谎 没等嘉义说话 一旁的同事抢先回答他们预定的是豪华套房 听到这样的回答 男人也没再说什么 与此同时 上司见黎华没来上班 通过询问后得知 黎华又一次申请了休假 并且工作还交给了李楼莉 再听到李楼莉对接了工作 上司表面上并未说什么 而李楼莉则趁此机会 将大批客户的金钱通过手段放进自己的背包 黎华的老公回到家 发现妻子正在熟睡 正当他想要一起休息时 却发现房间内变了模样 当黎华醒来后才发现 自己的老公睡在了书房 趁着对方睡着 黎华将一些东西藏了起来 然后像之前一样 如家庭主妇般地照顾着男人 还送给了男人昂贵的领带 见到黎华如此大方 男人询问黎华的钱是怎么来的 黎华称自己拿到了奖金 随后 男人又一次像之前一样 命令黎华穿着光鲜艳丽的服装 换上衣服的黎华不知为何一直狂笑 这时男人也发现了屋内的变化 家里不仅多了扫地机器人 还购置了智能吸尘机 当男人查询价格时 直接被吓了一跳 或许是感觉到了危机 男人命令黎华辞职 本以为黎华就算不听话 也会与自己服软 但没成效 黎华用强硬的态度拒绝了自己 梨华的各种举动让男人产生了怀疑 所以他决定前往梨华的公司一探究竟 梨华与明哉相约在高档酒店一起吃饭 却没想到丈夫就在一旁 就在之前 梨华为了明哉 买下了奢侈品商店内的同一款所有的西装 明哉在洗手间整理衣物时碰到了梨华的老公 明哉加快速度想要告诉梨华这件事 然而就在明哉走向梨华时 梨华的老公却先一步发现了他 见到梨华独自一人在酒店 男人脸色大变 同时明哉也即将走到梨华身边 可就在这时 社长夫人恰巧出现在了这里 并坐到了梨华的对面 明哉顺势从梨华身边擦肩而过 社长夫人的出现化解了此次危机 男人再见到自家老婆与社长夫人相谈甚欢的这一画面也感到骄傲 社长找到梨华是希望自己的画廊可以重新找一家银行合作 在了解到梨华的业绩后 社长夫人打算与梨华进行合作 不过这件事在梨华看来 并不是一个普通银行职员能够参与的事情 于是便婉言拒绝了她的提议 就在二人聊天期间 梨华的丈夫找到了社长 社长对夫人说自己出国 实则却在国内与情人玩耍 男人将刚才见到夫人的一幕告诉了社长 社长听后脸色并无变化 只是取消了今天的小型聚会 然后就自顾自的命令起了男人 就连草莓大小不同 也要男人去为她重新更换一份 社长对梨华的丈夫各种摆布 这样导致男人心中积怨越来越多 而这些积怨都会转移到梨华的身上 不久后 领导崔部长约见了男人 由于梨华出色的表现 崔部长打算让梨华来理事中心 对VIP客户一对一服务 这样看来 不仅职位有所提升 工作上也能轻松不少 崔部长的话让男人大吃一惊 他没想到自家老婆竟然如此优秀 不过碍于面子 男人表现出了一份理所应当的样子 就好像他知道梨华很优秀一样 几人说话期间 三国创投的代表走了过来 崔部长将其介绍给了梨华的丈夫 男人看到代表后才发现 这个人就是之前在银行所撞见之人 而代表也是那个知晓梨华有着外遇之人 不过代表在见到男人后并未说什么 同一时间 处在银行的李楼莉在午休期间来到更衣室 与其一同前来的还有一名男人 李楼莉将自己偷来的钱全部交给了男人 还说着自己这是最后一次这样做 希望男人不要再纠缠他 随后 男人带着李楼莉来到了之前梨华购物的那间商店 在选择完物品后 直接命令李楼莉付款 李楼莉似乎早已习惯 他拿出从银行偷取的破存纸币 递给的服务员并说道 而就在这时 李华来到此处更换衣物 看着柜台上破碎的纸币 再看着不远处女人的背影 李华认出了此人就是李楼莉 李华走后 李楼莉听见了服务人员之间的谈话 从他们口中 李楼莉知晓了李华有着外遇一事 这一刻起 李楼莉心中有了一番计划 男人谎称约李华吃饭 实则却将他带到了理事中心VIP办公室 在知晓自己老公的目的后 李华直接拒绝了男人的提议 在李华看来 一旦自己更换了职位 偷钱计划也随之泡汤 更何况 偷钱导致的窟窿越来越大 在没填补进去后 是根本无法更换岗位的 李华的态度让男人不爽 他认为李华就应该听他的话 不让他辞职已经是做到了最大让步 可李华竟根本不听自己的话 男人与李华的争吵 被次长打断 次长劝说男人 不应该掌控李华 夫妻之间应该平等相待 想到社长对自己的态度 男人认为 哪有什么平等这一说法 现在的李华 对自家老公的态度早已麻木 从家中离开 李华带着明再来到了一幢高档公寓 这是李华为明再租下的工作室 在这间公寓内 李华还为他准备了各种高档西服 名贵眼镜 李华所做的这一切 将明再感动得要命 我的人生的感动是你 我一定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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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 嘉宜与自己的女儿正在购物 这时服务人员错将嘉宜当成了别人 这时嘉宜才发现 自己前夫的情人正在此处购物 嘉宜将女人支开 走上前找到二人 嘉宜很佩服自己的前夫 当着前妻的面 背着妻子与情人约会 并且情人还不嫌弃 嘉宜让男人照看女儿 自己则与女人走到了外面 在嘉宜看来 凭她的条件 应该有大把的男人追求 为什么要搞外遇 女人则是回答 因为干净利落 就算被发现也只是会被骂几次 而且还有概率能过一辈子 不会面临吵架等烦恼 女人的话让嘉宜感到不可思议 她想象不到女人的思想竟然如此奇葩 另一边 梨华的闺蜜善英带着次长 来到了一间超市购物 对善英来讲 每次只有超市打折时才值得购物 在接女儿放学时 次长发现自家的女儿正在被嘲笑 这娶我们的宫家出租的 他宫家出租了不是吗 什么声音 宫家央 羽毛 原来有股囫不正当 我原来在戴过上设宫的 岳拿bre宫家出租了 疟了 有年的屈臷 那是我的身体 我跟在家裏 你 Mimi收断了 对我 对不起 你怎么做的 回到家中 次长想着自家女儿被欺负的画面 久久不能平静 这时女儿走了过来 她将会发光的小熊点亮 然后关闭了所有的灯光 对父亲说道 女儿的话让男人顿武 男人生气的原因 无非就是不想让女儿受委屈 现在看到女儿如此理解父母 男人很欣慰 在善英回来的时候 原本要对其发脾气的 他也改变了态度 不过在这之前 男人并不知道 善英因为想撞外快 却不小心打碎了VIP 送给黎华名贵的茶杯 善英将电话打给了嘉宜 希望寻求她的帮助 男人再见到这款餐具后 称自己的领导有着同款的餐具 嘉宜听后建议去偷 恰巧这时领导走了过来 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而这个领导就是之前和嘉宜聊天的女人 女人称这套餐具可以用双倍的价格卖给他们 同一时间 明在与加顿等人聚在一起 见到明在的一身名牌 又听闻明在换了地方 加顿询问她遇到了什么样的女人 明在听后顿时预加顿翻了脸 梨华的事情还是败露了 同事李楼莉威胁梨华刺自己一刀 离华来到客户家中 老太见到离华满脸笑容 夸赞离华之前对自己照顾得很好 这时老太的儿子走了出来 原来老太的儿子就是发现 离华有着外遇的代表 代表为离华照顾老太一事表达了谢意 并称要请离华喝茶 来到代表办公室 离华发现了很多破碎后被修补的茶具 代表的话无疑是在暗示离华 而离华不知是否听了出来 离华将老太送给他的茶具进行了归还 可当代表打开后 却发现了那只被扇婴打碎的杯子 见到这一幕 代表并未说什么 更何况 离华自己也不知道 离华回到家中 他为老公洗了水果 但男人却将社长对他的那一套拿了出来 自从男人发现离华出去工作后 就变了一个人 所以他希望离华回归自己原本的生活 为了让离华服从 男人直接做出了以下的举动 我看到了一半 我存下了一半 我可以赢举一半 我身在肯定有一下 我可以赢一半 我可以赢你 就开号 他们把raphổн轻败进去 以前的赚钱包提到日本 他们把社长的贡持 赚钱包放入 他们把贡钱包得预算 放入贡帮 把華盾帮 拿捡帮 那次贡钱包放入贡帮 我可以借用贡帮 庆稳代表 我贡轻贡金包 李华意识到 自己马上需要一意含员来面对这次突发而来的事情 李华来到房屋前 不过屋主根本不打算将保证金给到李华 就算给他两倍的租金也不行 就在李华一筹莫展时 李华接到了李楼莉的短信 李楼莉将李华与明载在一起的照片发了过来 并威胁李华让他来到某一处地点 如果不来 他会将照片发到银行和他老公那边 面对李楼莉的威胁 李华只好赵左 根据地址 李华找到了李楼莉 不过此时的李楼莉 不仅浑身伤痕 旁边还躺着一名男人 李华来扶着你 退宝脑身伤 Ell promised... 女人为了还钱 找到VIP客户 诱导他们进行不存在的大额存款项目 然后告诉对方 只能在银行快下班时间 打电话过来才能办理 只要对方按照要求 打了电话办理存款 他就可以偷天换日地 将对方的账户注销 然后对外宣称 已经存款完成 就在前一天 梨华的老公跟梨华吵了一架 躺在床上的男人迟迟无法入睡 他想不明白自己的老婆 为什么变化突然如此之大 就在他思考时 外面传来了动静 他走上前查看 发现梨华进出了门 为了弄清梨华做什么 男人悄悄跟了上去 男人一路跟随梨华 梨华来到了一幢房屋前 就在他犹豫着 是否要进去时 里面传来了李楼莉的声音 男人再也顾不得 其他冲了进去 正好见到梨华举起了棒球棍 男人的出现 阻止了梨华下一步动作 男人询问梨华在做什么 梨华则是夺走了 李楼莉手中的匕首 并带着他来到了警局 在梨华的帮助下 威胁李楼莉的男人 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从警局出来后 梨华见到了 等待自己的老公 见到梨华走了过来 男人询问 梨华自己存款上的钱 去了哪里 男人还以为 梨华将钱给了李楼莉 而李楼莉在听到后 也走了过来 称自己向梨华 借了五千万 用于交房租的保证金 第二天 李楼莉告诉梨华 自己不会将他的秘密说出去 但梨华却无所谓 因为 李楼莉认为出轨的照片 其实就是 李华有一次和丈夫 去酒店时 被李楼莉偷拍下来 本以为是自己的 李华才赴约的 于是李楼莉询问 李华为什么还要过来 李华则是说 或许是被李华打动 李楼莉决定请李华吃饭 可到了中午吃饭时 李楼莉却露出了爪牙 他命令李华在一天内 给他一亿含园 五千万他会以借款 为由还给他丈夫 另外的一半则是封口费 不然他就会将他 背着老公花钱一尸捅出去 面对李楼莉的第二次威胁 李华不知在想什么 像往常一样 李华约见了很多VIP客户 不过其中一名傅太太 却说出了这样的话 他称自己背着家人 存下了一些钱 想问了李华 有没有好的产品介绍 由于是背着家人存的钱 所以傅太太 希望存的时间越久越好 见到傅太这样说 李华认为机会来了 他将自己的私人号码 用被动的方式 存在了傅太太的手机上 然后告诉对方 他们银行今天有对VIP 限量销售的特别产品 只要下班前打分行的电话 就可以参加 一旦错过这个时间 那么就无法加入 李华本以为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中 可让他不知道的是 这一次将是他做过最错误的决定 他看了眼挂在墙上的时钟 然后焦急等待着什么 这时电话响起 李华走上前 当着上司的面 暗示对方错过了时间 客户没办法 只好将交给李华的钱 直接存入定期存折 挂断电话后 李华告诉上司 对方要注销存折 上司听见李华这么说 只是看了他几秒钟 随后便顺着他的话默认了下来 在取出所有的钱后 李华背着同事将文件进行了销毁 而本该销毁的存折 则是被他送还给了傅太 傅太为自己错过了产品表示遗憾 随后他希望下次有好的产品 李华可以第一时间通知他 离开的时候 李华在吴老太家门口撞见了李楼利 原来李楼利在得知吴老太 得了阿尔兹海默症后 便自顾自地认了他为干妈 不过这都是李楼利一厢情愿的 吴老太虽然健忘 但他却不傻 上次吴老太住院时 李楼利便向他借钱还借用房屋 吴老太虽然答应了对方 不过却让李楼利为他每天打扫房屋 照顾他为交换 吴老太睡着后 李楼利称自己已经知道了 李华偷吴老太钱的事情 听到李楼利这样说 李华并未理会 而是从钱包里拿出了一些钱交给了对方 他希望李楼利平日里 可以给吴老太买些好的东西 用心照顾 李华的举动让李楼利差异 见到李华要走 李楼利起身提醒他 与此同时 家顿和家义正在闲聊 家顿称名在最近变化很大 他现在的样子就好像偷了别人的东西一样 并且好像还认识了一个有钱的有富之富 家顿的这句话让家义意识到了什么 想到自己之前见到李华的一幕幕 家义陷入了沉思 而就在二人交谈期间 善英背着家义找到了他讨厌的女人 女人见到善英偷偷找到自己 他询问对方难道不怕家义发现吗 善英听后说 以自己对家义的了解 他是绝对不会出现在这里的 在上一次女人出现后 善英就与对方偷偷进行了交流 这次前来相见 也是因为女人给善英介绍了一些赚钱的事情 与女人见完面 善英找到了家义前夫现任的妻子 见到女人面色憔悴 善英还以为对方怀了孕 但对方却说 自己是不会怀孕的 因为他怕自己的老公喜欢亲生孩子 胜过家义的孩子 虽然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 但也不能让对方伤心 否则 他是绝对不会原谅自己 女人的想法很伟大 但他根本不知道他在乎的男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晚上李华回到家 江钱还给老公后就打算离开 不过男人这时却叫住了李华 вы马上 你真是无理 get的 你真的没有他话 你真的认识没得了 不一定确保 你肯定 不明确保 他肯定 保持了 你 dich自然的 你肯定 那里的把人有力的帮助 我儿子当拿来能够 怎么能够 自私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人听到后发了疯一样往回跑 另一名同事则将偷来的破碎钱币疯狂地撕碎丢进厕所马桶 不过却堵住了 为了庆祝明在的作品获得了电影节观众奖 加顿拿来了一箱啤酒庆祝 看着面前廉价的啤酒 明在没了胃口 还称自己一会还要开车 听到开车 加顿询问明在哪里来的车 现如今剧组不仅没钱 明在又有了车 加顿故意说明在是不是勾搭了有夫之夫 这句话让明在彻底破了房 他警告加顿自己不希望再听到这样的话 离开众人后 明在找到了黎华 一夜无话 清晨明在起来 告诉了黎华自己剧本的发展 他称投资方让他换一个剧名 主角也要从女人改成男人 并且自己还要出差 也就是这次出行 明在内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 银行内 自从黎华入职后 他不仅为流浪汉提供了餐饰 还在对面的咖啡厅提前交了一年的费用 就是希望可以让这几名流浪汉有个落脚的地方 这一幕在上次看来很是奇怪 因为正常人根本不会这么做 况且还提前交了一年的钱 除非 收到通知 黎华又一次来到了富泰家中 不过这一次与其一起的还有另外几名富泰 由于上次错过了特殊产品的时间 他们决定分摊出钱 凑笔大钱做理财 看到富泰将自己的特色理财产品说了出来 黎华表示上次是自己失言了 言外之意就是因为富泰将此事说了出去 所以这个产品他不会再介绍给他们 见到黎华要走 富泰进行了解释 他称这都是自己特别好的姐妹 并且几人可以发誓 绝对不会将此事告诉别人 黎华见到对方的举动 瞬间改变了主意 一场图谋更大的计划 悄然出现在了黎华心中 晚上 黎华回到了明在的出租屋 见到明在为自己房屋购满了昂贵的地毯 黎华陷入了沉思 这时明在解释道 不是自己不还钱 而是认为欠你的钱最好一次还清会好些 在这之前 明在说会慢慢还钱 现在获奖拿了奖金 不仅没还钱 还冠冕堂皇地说一次性还清 这种话在外人看来 简直猪狗不如 不过黎华被冲昏了头脑 只是笑了笑没说话 第二天 黎华与老公在餐厅吃饭 男人为黎华买了新款眼镜 嘴里还说着 原来黎华改变了主意 决定前往理事中心工作 结账时 黎华突然接到了李楼莉的电话 电话中的李楼莉 不停地向黎华要钱 还说监察组的人来到了银行 黎华在听到此消息后 告诉老公自己有事先走一步 而此时处在银行内的李楼莉 则是躲在厕所 疯狂地将那些偷取的钱进行销毁 然后丢入马桶内冲走 不过纸张因为一次性丢入太多 导致马桶冲水堵塞 而监察组的人也此刻发现了它 上次见黎华不在 于是告诉监察组的人先从黎华的工位开始检查 与此同时 黎华像风了一样跑到家中 他将账本和资料拿到了外面 然后进行销毁 可就在销毁时 一张纸被吹了出来 恰巧那群富泰走了过来 请不吝点赞 好 在下一集预告中 上司貌似早就知道 梨华动用客户钱的事情 不仅如此 明才好像与其他女人搞在了一起 知晓梨华出轨的代表 也出现在了色鬼老头的背后 还询问梨华究竟如何 与老头的孙子建立生意关系呢 一件件事情东窗事发 梨华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灾难 她的结局该如何走向 银行职员为了搞钱 用电脑修改出了高利息的产品 宣传海报用于欺诈客户 但还没开始进行 就收到了监察组前来调查的消息 听闻此消息后的梨华花容失色 她连忙跑到家中想要销毁证据 不曾想却被前来的富泰们打断 并且还有一张还没销毁的海报 遗落在地 这时一名富泰捡起了那张 被梨华修改了利息的海报 两周后 捡起海报的富泰找到了梨华 自从看到那张高利息产品后 富泰每日都在犹豫 犹豫着究竟要不要投资 思前想后 富泰还是决定进行投资 富泰的举动让梨华暗自窃喜 她没想到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假产品 竟然有人能相信 在富泰的保证下 梨华同意了她的投资 不久后 另一名富泰也找到了梨华 不知道受到了谁的影响 她竟然打算将所有资产投入到梨华所推荐的产品中 不过在进行投资前 她嘱咐梨华一定要行事靠谱 因为就在两周前的那天 李楼莉差点出了事情 在监察组到来的那一刻 李楼莉拼命地想要将偷来的钱销毁 可却没想到马桶堵塞时 她没办法如意 眼看监察组的人就要发现她 这时上司走了过来 化解了此次危机 监察组的人离开后 上司说出了自己知道一切的话 听闻上司所言 李楼莉走了出来 傍晚 下班后的梨华听着广播里的声音产生了一丝不安 因为广播里的声音正是明哉的声音 原来 明哉是一名非常谦虚的人 可如今 从对方的行为举止上 梨华发现明哉与原来有了不同的变化 这种变化让梨华很是反感 梨华来到家一家楼下 下车前明哉打来了电话 不过梨华并没有理会 这也是梨华第一次没接明哉的电话 之后 明哉多次给梨华进行拨打电话 梨华都没有接通 为了弄清情况 明哉在第二天找到了梨华 他将梨华叫到了一间高档餐厅 看着面前的明哉 更加验证了梨华的猜测 因为现在的明哉 在喝完酒后 连续杯都需要服务员来操作 并且还因为伤疤暴露在阳光下 命令服务员大白天将窗帘拉下 开灯吃饭 明哉的一系列操作让梨华反应不过来 此时此刻 梨华想到了最初遇到明哉的样子 那时候的明哉天真善良 而现在的明哉则是虚荣狡猾 明哉询问梨华为什么不接电话 梨华称自己只是想和你见面 所以才不接的 可让梨华没想到 两个月没见面的他们 再次见面宛如陌生人一般 梨华询问明哉 为什么两个月都没有住那间公寓 明哉说因为拍摄太忙 所以才一次都没去过 看着面前说话的明哉 梨华并未说什么 回到银行内 上司找到了梨华 原本以为上司知道了梨华的事情 但没曾想上司此次前来 是因为李楼莉的事情 在之前监察组调查的那一天 上司为了拖延时间 让监察组优先调查了梨华的公位 结果是很干净 梨华没有问题 在得知这一情况后 上司对梨华很信任 所以他找到梨华 希望寻求他的帮助 上司称李楼莉已经很长时间没来上班了 并且在得知他偷钱后 自己也并未怪罪他 在当时 上司当着李楼莉的面说出了他偷钱一事 他希望李楼莉停手 有什么困难可以和他说 上司的话不仅没得到李楼莉的感激 反而让李楼莉情绪失控 他大声地指责着上司站着说话不腰疼 四周之后 李楼莉便不见了踪影 梨华询问上司为什么在明知道 他偷钱的情况下还要帮助李楼莉 上司表示李楼莉是个孤儿 他不想因为一些本该 就被销毁的纸币毁了一个人 见到上司这样的态度 梨华向他锯了一躬 送走上司后 梨华本以为自己又逃过了一劫 可让他想不到的是 他真正的灾难 才刚刚开始 纸之月大结局马上来了 明在终于露出了原本的面目 这一天 梨华在回到办公室的时候 碰到了前来找寻他的色鬼老头 并且老头还带着代表一起来到了这里 原来老头将梨华可以洗钱一事告诉了代表 还说代表以后就是和梨华在一起搭档的伙伴 老头走后 代表单独找到了梨华 临走前 代表将梨华还给他的餐具放在了桌子上 当梨华打开时他才发现 这里面竟然有一个被修补后的悲剧 没等梨华细琢磨 一群腹态便冲了进来 原来 捡到海报的老太还是因为没忍住 将梨华高利息的产品说了出来 这群老太在得知后这才一股脑子冲了进来 他们希望把现有的产品全部退掉 然后转移到新的产品中 由于梨华将他们的钱都花在了名在身上 所以他根本无法取出他们口中的金额 想到这里 梨华有了主意 他以定制产品加上税务局那边查询严格为由 告诉这群老太自己会以小额转账的方式分批将钱转存 这样就可以避免风险 梨华的建议得到了老太们的同意 对梨华来讲 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 他就能够填补这样的窟窿 并且他还能从老太们新投入的产品中获取巨大的暴力 晚上 嘉义来到了梨华家 见到嘉义不开心 梨华决定给他一个惊喜 他将客户送还给他的杯子拿了出来 见到是这幅悲剧 嘉义很是惊讶 打开后他才发现 原本被扇婴打碎的悲剧竟然已经被复原 嘉义询问梨华为什么要修复他 梨华听后才知道 这幅悲剧原来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扇婴打碎 可如今对方又修补好了送给自己 并且还让自己给他一个答复 想到这里 梨华不知所措 嘉义走后 梨华整理出了傅太们要转账的第一笔金额 不过钱却不够 他想要退掉给明在租公寓用的保证金 在询问房东能退多少钱时 梨华才发现 不仅退不了保证金自己还要搭钱 因为明在在梨华离开后 根本就没交过房租 一直都是奢账住的 与此同时 明在正拿出了一瓶红酒 从他的笑容来看 不知要和谁一起分享 在整理自己形象的时候 梨华打来了电话 看到是梨华的电话 明在没有接听 而是拿着红酒找到了 与他一同拍摄的云秀 云秀邀请您再去他家 与他一起共度一个美好的夜晚 是的 大家决定 哦 我 밖에서 편하게 맞을 수 없을 거고 그럴까요 그럼 너도 익숙해질 거야 야 일로 산ちゃ吧 왜 메이크업 안 지우고 가게 아 幹嘛 李华瘋狂地给明哉打着电话 但明哉并没有发现 因为他正和朋友们害皮 也就在这个时候 李华接到了吴老太的电话 아직 안住不住 你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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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网上 你这些人都死了 他取了一部分现金 怕自己带的钱不够 更是带了款 随后连忙来到了 吴老太家楼下 当他走进去时 却被人打晕了过去 纸之月终于迎来了大结局 明哉当面与李华断绝关系 李华成了全球通缉犯 李华来到吴老太家中 被李楼莉的男友打晕 为了报复李华 将他关入精神病院一室 男人想要剪掉李华的手指 却被李楼莉制止 李楼莉的话让男人改变了主意 还将李华个人的银行卡 交到了他的手中 男人最后给了李楼莉 15天时间让他敲诈李华一笔巨款 男人走后的不久 李华醒了过来 李楼莉建议李华躲起来 在李楼莉心中 他并不希望李华出事 平时虽然很反感李华的样子 但李华毕竟多次帮助过自己 在李华上班途中 他接到了傅泰打来的电话 傅泰称自己急需 4亿含元的款项用于买房 所以需要李华 尽快在这几天将他的钱取出 听完傅泰的话 李华握着方向盘的手 不自觉地抖了起来 不过他还是答应了 傅泰会尽快给他汇款 公司内 李华无意间听到了员工讨论的事情 有一笔三百亿的资金 转入了短暂性特殊账户 听见三百亿 李华将一切的后果都抛在了脑后 他来到电脑前 颤颤巍巍将那三百亿资金转了出来 也就在这时 昨天找到李华的代表走了进来 没等李华讲话 他便拿出了李华给色鬼老头的存款单 代表称老头并不知道此事 他也不会向别人揭发 但前提条件是 李华可以帮他的空壳公司进行洗钱 代表知道 李华是不可能拒绝此事的 为了让李华安心为自己办事 他承诺自己会定期给李华一大笔钱 然后作为好处 代表更是一次性拿出了一笔巨款收买李华 就这样 李华又为代表做起了洗钱的勾当 想到自己的路越走越深 李华情不自禁地颤抖了起来 现如今 一件件事情堆积在了一起 李华也打算为跑路做最后的准备 李华找到了社长夫人 他称社长夫人家中的话是他爷爷留给他的 李华要收取近几十年来的租金费用 说完此话 为了证明那幅画是自己的 李华还拿出了文件证明 见到李华的举动 社长夫人懵了 回到家中 夫人将此事告诉了自己的老公 同时 他还保证 自己一定会让李华后悔这样做 傍晚 李华最后一次来到了为明在租下的公寓 他将东西整理后来到了派对找到了明在 明在见到李华 也决定将一切说清楚 李华最后一切说清楚 我看看 我如果有好感情 就想在我肯定 我像个幽黄学童 我可能有好感情 重感情 就像我一样 我一样 我琥瑰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次日 梨华的老公像往常一样出差 男人走后 梨华打给了社长夫人索要租金 而此刻的社长夫人 也只能将一笔21亿的资金 转入了梨华的账中 转账完毕后 社长夫人向有关部门 举报了梨华贪污受毁 银行内 代表将两箱钱拿了过来 她告诉梨华将这些钱洗干净 事情到这里 终于迎来了全剧高潮 李楼梨又一次被男人绑架 男人为了得到钱 还将其拍照发给了梨华 梨华在接到照片后 意识到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接下来 梨华所做的事情 让所有那些隐藏起来的秘密 全部爆发了出来 梨华拿起安全锤 打碎了机场的锅里 然后将一箱子的钱撒了出去 为了救下李楼梨 梨华将男人约到了机场 看着下方被斜坡的李楼梨 梨华只能将钱撒出去 吸引那人的注意力 见到男人的注意力被钱吸引 梨华大声喊着 而此时的银行内 受到社长夫人举报 监察组的人也前往了梨华的办公室 不过这里已经没了梨华的身影 梨华最后一次来到吴老太家中 梨华这时看到了电视上播报机场撒钱的新闻 回想起自己认识吴老太最初时的样子 在对比自己现在的处境 梨华心中不知道是否有过后悔 在跑路前 梨华打算将吴老太安顿在养老院 他推着吴老太走出了房门 恰巧看到了色鬼老头被刺伤的一幕 就在几分钟前 因为发工前一事 老头与工人产生了争执 没成想激怒了工人 这才导致对方不小心将老头刺伤 见到老头快要死了 梨华让工人拨打急救电话 不仅打了急救电话还报了警 见此行刑 梨华连忙离开了这里 他来到洗手间拼命地冲刷着沾染血迹的双手 然后他又来到了自己老公的公司内 与男人进行了最后一次道别 因为之前梨华在机场的举动 警方前来此处调查 他们在不远处的角落发现了梨华敲碎玻璃的安全锤 随后命人带回去进行指纹提取 晚上梨华来到了机场 在出发前的一刻 他最后一次打电话给了明在 明在见到梨华打来的电话直接挂断 在整理物品时 明在见到了梨华初次见面为自己写的话 看到这里 明在决定回拨回去 电话接通后 梨华与明在进行了最后的告别 李华在最后的时刻还在想着明在 梨华为明在付出了太多太多 他也知道 早晚会和明在分开 对梨华而言 这是一场特殊的爱 所以他并没有记恨过明在 而明在这边 在梨华说完这些话后 也好像意识到了什么 在这一刻 曾经他与梨华发生的一幕幕 从脑海中闪现 从相识到分开 对明在而言 这不是一场梦 是他自己亲手毁了这段感情 这一刻 他仰天痛哭 次日 警方接到报警 他们在小河边发现了李卢丽的尸体 同时 在昨天找到的安全锤上 也检验出了梨华的指纹 警方初步认定梨华是嫌疑人 于是派人手前往了各大机场进行拦截 当警方赶到机场时 梨华此刻已经坐上了飞机 指纸约大结局最后一段来了 梨华坐飞机逃到了泰国 在走出机场的那一刻 面对这样一座陌生的城市 梨华是茫然的 他不知道自己未来会是怎么样的 也不知道自己何时会被抓捕 任凭雨水冲刷着自己 他只想洗涤自己的灵魂 从这一刻起 梨华开始了逃亡的生活 另一边的国内 警察分别找到了家义和善英 到此刻为止 梨华的这两名闺蜜 还是不愿相信梨华犯了罪 甚至杀了人 尤其是善英 之后 警方又找到了处在养老院的吴老泰 吴老泰并未说什么 原来 吴老泰从一开始就知道 梨华在背后搞的那些小动作 他不曾怪过梨华 因为在他心里 他早已将梨华当作女儿一样看待 在得知梨华的事情后 梨华的老公第一时间赶了回来 不过房子内此刻早已空无一人 梨华留给了男人两箱钱 上面写着 想到梨华变成了这个样子 男人根本不理解 甚至到这一刻 他都不知道梨华想要的是什么 在警方来调查时 男人还说自己只是和梨华名义上的夫妻 为了证明自己说的是真话 他更是举证了自己出差的次数 和二人没有小孩的事情 此刻的男人只是想着 不要被梨华的事牵连就好 在多次走访无结果后 两名警察回到了警局 让他们奇怪的是 这些人的口径出奇的一样 代表说梨华撒在空中的武艺与他无关 夫妻们也说自己 从来没有和梨华有过业务往来 色鬼老头更是假装不知道这件事 各位小伙伴 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些人 没有趁此机会举报梨华吗 评论区里留下你的答案 此时的泰国 梨华看中了一双鞋子想要购买 但却因为货币不通被拒绝购买 于是梨华便用自己名牌的包包 换取了廉价的拖鞋 在小贩眼中 梨华好像就是一个傻子 可他根本不知道 现在的梨华早已将钱看淡 梨华来到货币换取处进行交换 但对方却只给梨华换取了一部分 那些破碎被粘贴的纸币 对方根本不收 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脏钱 吃饭的时候 梨华听到了林桌讨论 卷走数百亿资金一案 而这个案子的主人公就是梨华 听到他们讨论自己 梨华埋头吃饭 不料那名讨论自己的男人却走了过来 原来他看到了梨华换钱被拒的一幕 他表示自己可以为梨华换钱 二人说话期间 另一名男人也走了过来 嘴里嘟囔着要找到被通缉的女人 这样就可以换取高额悬赏金 男人的话被梨华听见 梨华留下饭钱转身就走 不过却被第一个男人拦下 我们真的在哪里看了 好 我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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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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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刚才的女人就是国际诈骗范梨华 根据男孩提供的住址 梨华带着她前往回家的路上 坐在车内的梨华 此时心中只想着继续往前走 抵达男孩家后 梨华也住在了这里 梨华为男孩的妈妈打工 不知过了多久 梨华独自一人来到小河边 看着天上的月亮 梨华伸出了双手 而就在这时 梨华后面响起了阵阵脚步声 导演在这里给大家留了个悬念 属于开放式结局 不妨猜测下这些脚步声是谁的 放眼梨华的一生 她是悲剧的 老公的不理解 不认可 家庭主妇的焦虑 金钱带来的尊严 再加上名在的出现 这些事情造就了现在的梨华 放眼全剧 你们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打在评论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